泰国总理巴育2号在总理府接待澳大利亚驻泰大使保罗·罗比利亚德 双方就政治经贸教育人口贩卖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在本次会晤中 总理巴育表示 泰国正在根据计划实施民主改革 并重申泰国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民主国家 希望拟定中的新宪法能够解决社会冲突 把国家交给民众 此外 今年也是泰澳两国自由贸易协议框架 签订10周年 希望继续加大双边贸易投资 预计2017年将增长约20% 达200亿美元 在两国扩大贸易的同时 泰国总理巴育还称 泰国已经做好参与到澳大利亚的 新科伦坡留学生奖学金计划的准备 随时欢迎澳大利亚的161名学生赴泰学习 了解泰国文化 在本次会晤的最后 澳大利亚驻泰大使保罗称 很愿意参加泰国举办的关于解决非法入境问题的特殊时代区域会议 也十分乐意泰国参与到澳大利亚 亚洲 打击人口贩卖框架协议中来 希望能够借此打击跨国跨区域的人口贩卖 偷渡和难民问题 东盟卫视MGTV记者雷生鹏 龚晓 泰国曼谷报道